為何我先介紹這次的甲蟲兄弟 本身的甲蟲兄弟就是上次的甲蟲兄弟算是特別版 都是限制推出的 如果大家有玩沙蟲兄弟這對甲蟲兄弟都不會覺得陌生 或者先介紹他們的背景 本身算是兩兄弟 一個是坐騰修悟 一個是長谷村農野 基本上他們都是日本人 大家都知道這個名字 其實是日本橫斌殺手團 犬組的僱傭殺手 當然他們叫得兩兄弟而有不同性的原因 是一個就是他們兩個人都是變態 亦都最喜歡是怎樣肢解屍體 收藏器官等等 所以變成其實在他們的行業來說 他們都是惡冠門 惡刑超張的 當然如果想了解他們的作風 你們看他們正所謂的收藏品就最清楚了 當然說回他們兩兄弟 坐騰修悟的基因圓形 就是當年1888年 明動一時的倫敦連環殺人 摩開堂手傑克 就是他的phototope 當然 另外本身 他另一個兄弟 長谷村農野 他亦都有一個別號 就是惡魔的官能收藏家 而他本身的基因就是由天草四郎時晶移植 怎樣都好 這兩個人簡單說 變態 耗血 所以完全符合我個人的喜好 好開心嗎? 開來吧 天草四郎時晶 一個是天草四郎時晶 其他特色的物品都是日本人的嗎? 機械人那位是 鯊魚兄弟也是 鯊魚兄弟也是 這個是 你看看 他還沒開 還沒開過嗎? 對 這樣就開了 我先寫我的鎮 鎮是怎樣的? 公仔在看 公仔還動嗎? 用了嗎? 刺激都踢下去了 接著如果要關閉就 Micky追到 沒問題 所有配件都在桌面 很少 接著就脫衣服 沒錯 對 你取的時候盡量不要動得那麼厲害 待會先介紹 之後再拿走 對 沒錯 沒錯 確實 Micky大發錢 就是不害怕 沒錯 Brian能不能進鏡嗎? 第一步 行了 好 換句TV第十四季第十集 今次要介紹的是 已經帶來四個星期都沒有開過 四個星期? 三個星期? 四個星期? 不知道 不是三個星期 不會差很遠 甲蟲兄弟 B13P 另外一個較早前的限定版 199體限定 當然 為什麼我會買這件東西 完全是為了它的官能包 坦白說 但是基於尺度的問題 我只會給你一張照片 後話 好 盒子已經拿走了 看一看 盒子 其實都是因為 玩到John那些東西 沒理由不看一看盒子 當然 這系列 鯊魚兄弟 或者叫鯊魚兄弟 這次這個boxer 相對性不算複雜 最主要是把角色介紹出來 直接做一做 好 叫得甲蟲兄弟 這個造型 當然是以甲蟲為先 或者我們 先想想這個 惡魔 本身其實 每一件都有一張書籤狀的東西 雷射印刷 有黑白的手稿 David 覺不覺得我們為何不出聲 嚴鎮以待 沒錯 這麼嚴重 清楚知道誰是密主 沒錯 好 我們先看看這張書籤 好 好 完全是用甲蟲來造型 所以名字都說了 用了日式的甲蟲 穿上去 當然了 工具方面 其實本身配件 如果純粹說 他們兩兄弟來說 不多 最主要是他們專屬的武器 和他們專屬的頭盔 就是這麼多 謝謝 這個德哥 你覺不覺得他作者本身 他對日本的文化 都頗為熟悉的 是的 除了規甲之外 他對原來日本人追求甲蟲 因為日本人很喜歡甲蟲 是 因為很多古代規甲 都是根據甲蟲的造型來設定 所以他將這件事放大了 所以其實這一刻看來 我想任何的朋友都會看到 那兩隻甲蟲的鋼 其實做得很漂亮 尤其上色的部分 他做得很好 另外 眼部的位置都用了透明件 你看到甲蟲的角色 很有木和生物質感 對 會反光 因為天然甲蟲是很亮 很亮 像金屬色 又有半透明的狀態 但他真的做得到 你和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唯獨是在搗件 才能做到這個效果 因為啤件要掃描 很多時候你做透明 再上色 出不了這種 即是 有半透明 又好像在裏面深的色 出來的效果 好 其實Gimmick的東西也不多 最喜歡玩頭 是 本身已經上了所有工具 其實它的壞樣是怎樣的呢 我講一下 這裡用很多攝石件去做 大家放心 其實那些强力磁石 只要小心一點 就一定能做到的 因為這裡的賭件 我發覺它應該是每一件都經由 或者他自己 或者他找朋友幫他一起去 去檔角所有的位置 我不知道有朋友有沒有玩 開一些GK 或者一些手板件 其實有時候形狀是有少許差異 所以他出廠前應該會自己配一次 有件德哥擦得很開心 擦是容易很多 背部有字 是的 衣服也有 那又變回時裝造型 是 很潮 是的 很清脆的聲音 就是那些强詞 一夾的位置 其實很準確 真的很準確 所以我覺得櫃櫃這裡 每件都是和你配得很小心 才出廠給你 當然 他們本身的頭雕是挺漫畫化的 看到他那種真靈的樣子 也挺過癮 本身他的基因 就用了天草石狼時精 所以他的別號是惡魔的 這些矫嘴 那些邪惡陰濕的眼神 是挺過癮的 我會否戴上帽子還會做 那些經常有很陰濕 那些殺手感覺 那些 他們倆都戴了衣服 穿了衣服 對 人不重要 那些硬件 他全部都看得到人手上色 因為那些規甲 那些車的積線 那些甲面甲之間的積線 他沒有辦法用真實的車線來做 但他每一片或每一條都用手上方式 因為我們做生產 知道用困濕帽 很多時候是很難做到的 那本身很坦白說 其實純粹就住 Figure的關節 他相對性是比較鬆的 另外就 因為他要就回蝦的形狀 他也沒有做過分件 所以變成是一體鑄成 你不用知道可以左右移動到 所以變成在移動或者玩的時候 你用手拿著 你多難就這樣站 另外的缺點就是 他真的不會給其他任何手形 變成擺姿勢 其實坦白說 並不是user-friendly 所以如果說 玩這個系列 我都強烈建議你找個台座 鋪著 擺一個C站的姿勢 最理想 否則其實某程度上 都不是很協調 擺那個時候的姿勢 這些是玩他的手工 和仔細的佈局 其實他的設計 除了圖像設計之外 其實他的產品設計 也有佈局很認真去處理 一向Battle 3也是一樣的 裡面還有透明 透明裡面還有件 但是腳的關節應該做不到爆地 或者屈膝 不行 屈膝就沒問題 但是爆地 始終沒有了腳的關節 整個關節都解禁了 所以會在動或擺姿勢的時候 有多大的限制 因為他站得好像 那隻腳不可以沾到地 對 因為那個Boot 其實也是導件 對 硬的 沒有彈性 一般我們用PVC做 有些彈性 但其實也是桃園 因為他會彈回頭 對 所以最理想 我們有時看到一些是分一件 那些穿著眼能 就可以擺到姿勢 但是你會發現有缺陷 就是有一條縫 忘記了最重要的是 天狗面具 因為多一句 他本身的基因 都是有天草四龍時晶 所以變成有天狗面具 那就必到浸密 很漂亮 對 我會找兩個Stand 一個Stand 就是插著公仔 現在是造型 另外要用另一個Stand 把那套盔甲組裝起來 不像人家那些真盔甲的顯示器 做一個C站 好 因為只有盔甲組裝起來 已經很漂亮 接著 到另外一個收藏家 我也是叫收藏家 因為他們對於女體的枝解 那些真的有很深的草藝 只是女人嗎 當然 男的那些那麼骯髒 那麼肉酸 他們不會收藏 所以變成其實在他們的辦公室 裡面是掛滿了不同的女體的標本 造型 怎樣活生生去養一些 他們已經枝解過的收藏品 等等 是他們的嗜好和樂趣 我們只是說一個護士 對 我們只是說一個作者 純粹虛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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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地 也是用了Beetle來做這個造型 所以看到他的頭盔也很漂亮 我自己其實比較喜歡這個面罩 雖然他沒有那麼重的甲蟲感覺 但有一種生化的感覺 我自己是喜歡這個配合 沒錯 他的工具就是斧頭 我拆出來給大家看看 是多有趣的 午夜屠夫 Ringley Night Culture Cut 13 極度重口味 因為始終他的基因是開唐手結合 所以變成他對於怎樣破胸 這個解剖、肢解是非常在學的 所以怎樣也好 重點就是怎樣拆出來 光頭 不過不用怕 其實有頭髮 有頭髮的 同樣地 其實也是用了磁石組件 變成在裝嵌房裡也是非常簡單 真的有兩個玩法 一個棲規格 一個變身 本身的規格 也跟他兄弟一樣 前面套進去 慢慢地 趴上去 搞定 但衣服的質地真的很好 我覺得衣服很漂亮 他應該是那種衣服的防水料 對 真的是防水料 但我覺得手型好像是大隻 其實他本身的設計 或者風格 是比較偏向漫畫化的 明白 所以在外形而言 他未必跟足真人 同樣地 本身看到他 陰陰濕濕的樣子 是 他人物的面目 也有一個風格 是一致的 是 跟之前去到其他系列的 也是做一種風格 不是 衣服 其實如果揭起它 其實正常 正常的身體 真的沒有特別的 沒有任何揭開的 透明版 對 真的很誇張 那杯子 降臨 好,那兩個 走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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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降臨 他們兩人的樣子很醜 是 賣點來的 對 對 那這個不是限量的嗎 對 沒有記錯 是 199體 有錯 請更正 有 過觀能包才是重點的重點 大家高興的 都可以 一會兒 看看照片 應該都會經過 我們阿迪巴的後製 能夠出多少成 我不知道 有興趣 大家可以上回小弟的 換蜜藏 字 看回小弟的照片 好 我們可以拍一下 那兩個盔甲的 拆出來 只是獨立都可以擺到 很棒 這裡有一對 其實是兩個玩法 我自己買了 如果有兩隻 就當作四套玩法 你們對這東西很有情意 因為很少 如果你是苦醜的話 應該是 如果是用電導式 很少用泰金 實色 對 適合我的感覺 對 好 今集玩了這麼多 沒錯 稍後見 好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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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